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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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夫具星李小龙的魅力 吸引了一個龍迷 用二十年來勾畫他的面貌 為什麼這個人這麼特別? 他好像一個男人的典法 他又英俊, 身形又合格 又沒有一張白紙 變成漫步公仔的一些圖畫 一些畫面, 很開心 為了追星, 他不惜時間 還一手包辦拍片和剪片 甚至願意大灑金錢 貴的, 不過又覺得很划算 很有矛盾 你喜歡一件事就不會計算時間 看到雙折棍 不少人都會想起李小龍 雖然他已經過世了47年 但仍然有不少龍迷 願意用大半生去追隨他 年近半百的漫畫家馬曉飛 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李小龍迷 自從十幾歲在家附近的鴨寮街 剛好看到李小龍的雜誌之後 他就開始漫長的追星生涯 這是很罕有的, 已經很難找到 以李小龍捷拳到為題的這本雜誌 是他第一件收藏品 當年一看這本書 他就開始崇拜李小龍這個男神 從此之後馬曉飛就做了鴨寮街的常客 到處找李小龍的蹤影 有時這些寶物就這樣放在地攤 十元、八元就有交易 馬曉飛說, 自小性格內向又不合群 所以特別欣賞李小龍充滿吸引力的巨星風彩 他很希望自己可以從偶像身上學習到自信 不懂得跟別人溝通 這樣會變得…怎樣形容呢 也會很…很不舒服, 很討厭自己 為何會…好像沒辦法跟別人合群 吳禪與其他人打交道 是馬曉飛性格的缺點 他以前是一個電腦遊戲設計師 曾經獨力負責一個項目 當時既要向上級交代 又要跟下屬交接 但他自己就不懂得怎樣跟別人溝通 令到他承受很大的壓力 這個時候他總會想起李小龍的一句話 無人能傷害你 除非你用他自己做 即是沒有人欺負我了 我就是最厲害的 除非我被他欺負 李小龍的自信提醒了他 不要那麼在意旁人的目光 應該努力發掘自己的優點 剛好馬曉飛在那時候 在遊戲設計工作中 慢慢掌握電腦畫圖上色的技巧 他就萌生畫一本 李小龍漫畫的想法 希望自己的畫作得到龍迷的認同 我自己都是草李小龍的物品 我也有看過不少 漫畫也有不少 就所有的漫畫或者什麼 我覺得我可以做一種不同的東西出來 還有特別一點的東西出來 為了勾畫出最真實的李小龍 馬曉飛畫這本漫畫的時候 參照了李小龍主演的其中一部電影 每次畫畫的時候 他都會對著劇照 逐格畫出每一幕的故事 他筆下的這一幕是講述 李小龍飾演的男主角 打完壞人之後被女主角質問 才醒覺未找回失蹤的朋友 這個神情是很惆悵、很無奈 他又想幫小梅去解決這件事 他這個神情要畫得很哀傷 所以要捕捉得很準確才行 這張我特別滿意 因為他畫面的構思 多有動感、多有力量 配上一些對白應該是很精彩的 這本漫畫已經畫了二十年都未完成 而平日又要兼顧日常工作 但年過半百的馬曉飛 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停筆 他期望下年可以完成這本漫畫 感覺其實都覺得 初陀了很長時間 但是那個熱情又未減 你畫一個你很崇拜很喜歡的人物 畫到像的時候滿足感很大 你好 羅Sir 羅偉傑、羅Sir 是馬少飛做遊戲設計時候的同事 現在開了一個畫室教小朋友畫畫 所以馬少飛每次畫完一幅 比較滿意的作品 他都會拿來給羅Sir看 兩個愛畫之人 不時都在這裡交流心得 三百條線畫了 看到這些精力都真是… 人總是要找些東西給自己堅持著 你又有你的李小龍很緊 兩個人認識了二十一個寒暑 想起剛剛認識的時候 話題一樣都離不開李小龍 即是他一開始已經會不斷說 他說我畫了很多李小龍的東西 即… 我不會的 我有主動這樣說 有…有…有… 去到你的最愛的東西 一定會不斷說 羅Sir就鼓勵他要付諸實行 他最初連臉書都沒有開 他一直畫完又給我看 我說你不是給我看 我說你要給世界看 認識那麼久 你知道這些口味的東西 我覺得很適合 在羅Sir催逼之下 馬少飛開了自己人生第一個社交帳戶 開始在網上分享自己的畫作 想不到他們會讚一下 或者跟你聊兩句 你覺得很大的鼓勵 他就說很喜歡這個東西 李小龍會想 馬少飛之前構思了一個 李小龍換衣電腦遊戲 他將李小龍過往在不同場合的衣著 找出來 再重劃成一件件的衣物 只要寫成電腦程式 龍迷就可以一常為李小龍襯衣的滋味 他將已經畫好的換衣遊戲彩圖 放在社交平台 意外地讓李小龍會會長王耀強見到 對方主動讚好他的貼文 兩個人還成為了朋友 聽他說很興奮地看到那張圖 很有新鮮感 他讚好之後 後來就隔了一段時間 約去看阮先生的畫展 然後聊聊天 認識別人 就認識了 這一天 會長王耀強又邀請馬少飛到李小龍會 給他和其他李小龍迷分享他最拿手的李小龍話 負責拍攝的Andy都是忠實龍迷 他加入李小龍會已經22年 在銀行做主管的Andy 在李小龍會負責對外推廣 今年6月他開設一條李小龍會的頻道 透過影片分享李小龍在香港的足跡 和其他龍迷的故事 為了令更多人認識李小龍 沒甚麼拍攝經驗的他 都努力學習怎樣拍片和剪片 準備了 兄弟 好 來… 準備了 大家剛才看過這麼漂亮的作品 就是我身邊的創作人 馬少飛的畫作 你好 我叫馬少飛 好 冷靜點 冷靜點 深呼吸 阿少飛不要緊 Andy說拍一條片通常都要兩三個小時 有時都會有黑漆的情況 但慢慢都會公當藝術 大家一起去嘻嘻嘻 拍不到就再來過了 沒甚麼壓力的 所以可以的 拍攝的時候 Andy有時都會 忘記帶電池或者記憶卡 但每次都有其他龍迷出手相助 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兄弟姐妹 是他在李小龍會最大的收穫 可能我們認識了他不足一小時 但用李小龍的話題可以談很久 甚至好像認識了很久 龍迷的情誼 並沒有因為困難而中斷 李小龍會在2016年因為租金問題 被迫關閉經營了15年的會址 最近才在九龍灣重開 當時連一個聚腳地也沒有 但也沒有了他們喜歡李小龍的心 這也是其中李小龍的精神 他也是非常堅持 所以我們要效法我們的偶像 龍迷希望把李小龍精神推廣出去 過程中又遇到怎樣的困難呢 我們下一節再看 打工夫、拍戲、做導演 李小龍每樣都精通 虽然他英年早逝 但过了47年 还有一群龙迷对他不离不弃 还一心把他的精神传扬出去 即将踏入50岁的Andy 是资深的龙迷 今年年中 他为李小龙会开了一条频道 专门分享和偶像相关的人、事、物 这段时间疫情 每个人都躲在家里看YouTube 不是看YouTube 看其他东西都是用视频的形式去表达 不如我们再继续吧 最难忘的就是第一条 因为第一条影片就像孩子 因为真的什么都不懂 就算上升上去也继续了几个小时 Andy拍第一条影片的时候 去了李小龙生前经常到访的新洛酒店 有两个龙迷现场讲述 李小龙的生前足跡 谁知道发生了很多虾辣事 就是拍到最后那条影片 发现那些声音不行 拆得很重要 基本上整条影片后半句是不能用的 会长自己就录一段声音 那个真的有很多挫败感 因为李小龙 Andy开始拍片剪片 而他认识李小龙都和一条影片有关 在李小龙过世五年之后 他生前未完成拍摄的死亡游戏 首次在香港上映 当时只有七岁的Andy和爸爸 就做了电影院的座上客 那时也想着走 也想着散场 突然全场拍手 尤其是回头回头知道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 因为我想很多人都很期望 这部电影的播出 就是这样 大过了之后 Andy才发现 李小龙的粉丝遍布全球 他不够二十岁 就一个人远赴加拿大升学 人生路不熟 在大学和隔离位可以打开话题 都是全靠李小龙 第一句我就问他 懂不懂李小龙 听完之后就很兴奋 好像认识了很久 不断的课程都没有上 一直在纸沉沉 李小龙除了令Andy 在异地找到知音 还影响了他做人处事的态度 Andy最深刻的 就是李小龙写过的一段说话 他写过中文翻译叫做 我的明确目标 我李小龙 将来会成为 荷里活最顶尖的亚洲演员 在一个人生这么不愿意的时间 写这些东西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你像人说梦而已 到最终他真的做到 和很多龙迷一样 Andy都很希望收集到 和李小龙有关的物件 为了买到心头号 他几年前就首次搭足拍卖会 这么大只第一次去拍卖会 通常看电影就会有 怎会自己去举手 给你一个牌 一举就害怕 举完之后就会给到钱 一轮心惊胆战之后 他最喜欢过万元 投得这张振凡国术馆的推荐卡 振凡国术馆是李小龙生前 在美国开设的国术馆 专门教中国功夫 Andy说 投到那一刻心情很矛盾 很贵的,但又觉得很划算 作为一个龙迷 无论都要有一件半件 看门口就放在这里 为了把自己的偶像 介绍给来香港的旅客 Andy和其他李小龙会成员 正在籌备李小龙 事迹敬二旗 在李小龙搭触过的 十个香港地方立碑纪念 他这一天就专程带剧照 去其中一个景点 大谈考察 现在我的手指指着 左手边的凹位里面 其实是一个石灯 那里其实就是 龙增虎斗其中一个场景 李小龙去韩先生岛 上岸的码头 就在那里拍摄的 Andy说 与四十多年前拍电影时候的 场景相比 码头保船岛六七成的原貌 算是很难得 因为有些地址 我们打算去的 譬如新岳酒店 今年他们也说了会建业 所以其实买少见少 可不可以真的做到 也很讲缘分 是 画于尖沙咀星光大道的李小龙铜像 就是属于李小龙市迹境一期的选子 同样是龙迷的马少妃经过的时候 都会特意走过去朝圣 一路看着他 他的样子 就经常有很多片段浮出来 小孩很容易迷一些偶像明星 那些好像都会慢慢变过眼云烟 但是李小龙好像是 他本身在心中 在我们心目中 不止是很有疑忆的人 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李小龙不屈不撓的精神 鼓励了马少妃 他也很希望借李小龙的故事 鼓励更多的人 香港人很厉害,我经常承认 一些不如意的时间始终会过去 炎热的夏天即将远去 冬天很快就来临了 其实一年四季 紫外光都会侵害着我们的皮肤 特别在阳光普照的日子 老友记又有没有做好防晒的准备呢 我们小时候是这样的 不会… 还没试过塗那些防晒膏 现在老人皮是曬得也没事的 大人到十年代出生 我们没有这些所谓的防晒 虽然老友记未必怕晒 但医生就说 他们才是最需要塗防晒的一群 如果长者经常出街不塗防晒的时候 其实对皮肤也挺大的伤害 首先可能外观上 外观上来说 比较容易皮肤老化 晒出来 你看到他们会多些斑 看上去比较潮水 还有皮肤比较暗压 医生说超过七成四十岁以上的人 都会有老人斑 长期曬晒的人就更加容易中招 因为皮肤底层的黑色素 被紫外线刺激之后 会慢慢浮现出来形成色斑 除了看上去没那么漂亮之外 医生还提醒 日积月累感晒 还会增加患上皮肤癌的风险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长时期 晒伤了皮肤 甚至出了水泡的晒伤 令到那些等于有基因的特别 从而令到皮肤细胞 变成一个癌症 要好好保护皮肤 医生就鼓励老友记 每日出街的时候 塗一层薄薄的防晒 做好预防 但怎样的防晒用品 才适合长者呢 在市面上看到的防晒箱 经常都会看到SPF和PA这些字眼 SPF主要预防止外线A 而PA就预防止外线B 而写在它们后面的数字 就是防晒系数 能够反映防晒的效力 但医生提醒 数字不是越高越好 长者一般用SPF30 或者PA加就足够了 其实防晒30或者以上 其实SPF已经有效 紫外线B9成多了 再高一点的数字 其实未必防晒会更高 当然反而 因为指数数数越高 可能增加一些 特别的添加物质 去稳定它 反而容易敏感 有些长者可能觉得 茶防晒黏黏黏 不喜欢茶 那有没有其他的替代品呢 医生就建议 出街的时候 穿长袖衣服 戴下帽 或者担遮都有帮助 有银色防紫外线层的遮 遮就最理想了 看起上来很型格的太阳眼镜 都是老有记的防晒法宝 除了可以保护眼质的皮肤 还可以避免长期接受紫外线 引致青光眼和白内障 一举两得 除了出街带多些装备 吃对的食物都对保护皮肤有帮助 营养师就建议多重食物里 吸取维生素E和奥米加3 当中核桃、花生等的坚果 和植物油都有丰富的维生素E 街市里面常见的三文鱼、青鱼 和黄花鱼都包含大量的奥米加3 有助滋润皮肤 另外一些橙红色的蔬菜 例如胡萝卜、木瓜 都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A 有助减低色斑 想保护对眼 含有叶黄素的粟米都有帮助 可能粟米、青鱼、萝卜、湯 煮猪腱就非常好了 一个猪腱还有维他命B 维他命B也帮助我们的 视觉神经保养 食除了是生活的基本需要 也应该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不过对于有吞烟困难的长者来说 食就可能很难受 有80后就创立社企 研究将远餐食物本地化 令长者晚年食得有尊严 下一集会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